世界经济论台因为疫情而暂停两年后 下周即将重返欧洲最高城市 瑞士滑水圣地达沃斯 这次罕见的在春季举行 但今年由于乌克兰战争的关系 没有邀请俄罗斯的政府官员或商业巨子参加 李韩新来坦承爆发疫情 当地官媒16日报道 领导人金正恩组织一场紧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 并动员军方来稳定首都平壤的药物供应 下令所有药局导入24小时营运体系 而南韩防疫官员则评估 北韩恐怕难以控制疫情 南韩新任总统尹席月重申 只要朝方要求 政府将全力提供支援 美国驻日大使易曼纽 接受日本电视台专访时说 美国总统拜登访日是对中国的警钟 美国将在太平洋地区发挥强烈存在感 拜登5月22日起访问日本 易曼纽说 是向中共展现日美同盟坚强关系 世界球王塞尔维亚名将乔克维奇 14日才刚在罗马大师赛 拿下生涯第一千胜 成为史上第五人 15日他赞以直落二击败希腊好手 西西帕斯收下胜利 以一盘未失的制霸姿态夺冠 也让他对下周在霸王挑战 未免更有信心 先旁一打开电视整理报道